好一人寇乃馨之前因为满脸痘痘 素颜憔悴的样子曝光 大受打击 没有想到她老公黄国伦 居然又再补了一刀 说之前牵老婆手看电影 连同行的友人都认不出来 寇乃馨听到气到 整整两天都没有跟黄国伦来说话 不过他们两个 这回是首度的面对镜头 寇乃馨以素颜亮相 说要泄耻 还强调说是因为近视六百度 戴上厚重的眼镜 才会看起来模样比较憔悴 我的人生呢 其实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被冤枉 我现在都不敢讲话 因为我多说多错 一手打了老公肩膀 会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日前期 被媒体拍到 老公黄国伦还开玩笑说 同行的友人都认不出来 不争一枪 让寇乃馨气炸了 可是那个并不是 我素颜的常态 然后呢 当那个我老公 还要帮着别人 一起来开玩笑 然后嬉皮笑脸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现在是怎样 如果她素颜 真的是一个 怎么样的 那我想我也不会跟她结婚 所以我觉得说 她是素颜跟 妆后都非常漂亮 但是是不一样 我觉得看起来是不一样 邝乃馨气到素颜 面对镜头还说要血齿 都是因为日前 她这个素颜样 差点让大家认不出来 后眼镜 劈头散发 面容憔悴 还长痘痘 和妆后有精神 女强人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因为她平常戴眼镜 而且戴一戴 她就是戴这样 你不会觉得这样 像一个很严肃的数学老师吗 因为近视六百多度 下了班放轻松 邝乃馨就得换上眼睛 但邝乃馨强调 都是这副后镜片惹的祸 我会建议她如果要隐身 就未来出来就戴面罩 不是 我可以戴那种 你知道像那种 孙月叔叔的鼻子那种 因为素颜差异太大 成为讨论话题 邝乃馨懂得自我解嘲 也看得出来 她的好EQ 这里信息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